那麼你可以直接不帶遙控器 把它丟到背包裡,手機對著它 這樣子起飛下降 右迴旋左迴旋 前進後退左邊右邊 那至於鏡頭上下呢,切換一個模式就可以管鏡頭上下了 這是大致上可以手機直接控它 那今天我們的課程是搭配這裡 搭配這裡 那另外那個 按Pose 好,如果你輕便使用要考慮的話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這樣的方式有個缺點只有100米 這樣飛只有100米 那通常飛100米不如不飛啦 沒有感覺 那這是便宜形式 就是我不想帶那麼多東西這樣也行 這是一個精簡方案 那或者是說學生方案這樣講比較快 學生方案就是這樣子也可以飛 這樣子也可以飛 這是一個組合 好,那飛機當跟遙控器組合過來之後呢 大家看 一、二、三、四、四個燈 代表它的訊號強度 好,訊號這樣 這是裏扣鍵 一旦錄影的時候 這個按下去 這在錄影,飛機就在錄影了 好,再來 這個是幹嘛的 那顆我沒試過 拍照 這一顆在過去呢 叫做Emergency 自動墜落 好,假設你是日月潭那個飛機的 它失控了 以前這顆按下去 它絕對不會走 當然就掉下來 不過你啦,你要救人還救機器啊 當然救人啊 讓它摔下來算什麼 它那個連 那一架飛機 它沒有Emergency 按下去 讓它墜落的情況之下 它有看它失控 可是硬生生的撞下去嘛 那當你有Emergency按下去 它就摔下來的這個功能 當然讓它摔啊 因為撞下去三天 三天抱三天去 日月潭那個 你有看嗎 當然面子一看 那三天都在講那個 日月潭飛機撞人的事情 很慘 所以 它那時候有配這個功能 一台這裡按下去 飛機就最多 那這個你要回去看說明說 看看現在它改成什麼 它現在變什麼你知道嗎 沒有 阿燦你不曉得 不曉得 那好 那這飛機其實現在就可以起飛了 飛機現在就可以起飛了 飛機起飛是按 看喔 我表演一下 人肉 人肉撞入人肉 啊 啊 救人喔 這個告訴我們什麼 全世界這樣的飛機 通常 你的手 你這個做法 如果其他家的 飛機 你應該先來的醫院 那這不要輕易嘗試 因為我 我要賣這架飛機的時候 我跟它畢經的各種相伴 我滿意買到它的 詞